如何去观看你的影片 如何观看你的影片 那这边呢是已经登录的状况了 登录状况这边 那这边的话呢 你要看一下你的点数 你还有点数有多少几点 那像这边的话呢 我就记录到说 我还有这个53点 可以观看影片 那如果你不够的时候呢 你还记得跟老师要那个点数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首先你这个登录之后的话呢 你会出到这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这边呢 请你选择这里 我的课程 我的课程 好你点选它 好那你刚才加入的课程里面 就可以开始观看影片了 比如像数学的部分这边 好我选择的是国一的部分 国一 好那国一这边有非常多的课程 可以让你去看 那这边我们选择 请你选择的是这个 上学期的上学期的课程 OK好那假设你要看上学课程 这边就是你要的内容了 好那点选一之一 一之一 OK然后这边 它资料夹里面再选择其他的 相关的你要看的课程 好这边告诉你就是 这个数的基本运算 好数的基本运算 好总共有三部影片 好那第一个 我们先点选第一个 好点选完之后呢 他会要求你 他会告诉你要扣那个点数 好那就让他去扣 好那经过五秒钟之后呢 他会跳到你要看的那个画面 好在这边 OK跳到之后这边的话呢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把这个画面介绍一下 这边的话呢是你要观看的影片 下方这边会有题目你要作答 OK那这个是题目 那你作答答案呢要放在这里 OK好那我先看一下影片的部分怎么去做 好首先第一个呢你点选之后呢 我给你建议是把它打开 好而且你可以把它放大 好可以把它放大 然后呢你可以建议你呢 你可以带上耳机 会更加的清楚 OK 好那你观看完影片之后的话呢 下面的题目呢 会跟上面的题目呢 上面的影片呢是有 有关联性的 OK那我们下一部影片 会告诉你怎么去作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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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